我好想看看现在你被谁疼爱 这份遗憾很深的爱 抬头看天空 我让泪流下来 好好过后我的现场 hello大家好 我是管师小凤 现在是半夜 两点多快三点钟 从大城市回来真的是 失眠了 在大城市的时候也失眠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失眠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小泳小泳 我都没有想到我真的 对这个小泳这么痴情 然后这么执迷不悟 真的他现在已经深深了 你们知道吗 已经刻到我的脑子里面了 我有的时候一直在说服我自己 克服我自己说 不要去想这个小泳 不要去想这个小泳 他不值得你去想 但真的真的没有办法 他已经刻到我的脑子里面了 有的事情你不去想他的自然而然 会在你脑子里面形成 然后跟他的就是点点滴滴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场景啊 就是就是这种东西出现 真的有的东西你无法去控制的 有的人说我也知道我这个小泳 我为他这么付出 这么执着 然后这么努力的去挽回 我知道真的 他不回头 没有用真的是 但真的有的时候 在一起一年 认识一年了 很多东西你是刻在脑子里面 你无法去改变 然后无法去弹磨的 如果你想想一下我跟他能弹磨掉的话 那最少真的要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 才能从他世界里面走出来 哪怕他现在已经结婚了 然后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但我脑子里面肯定会还会出现 跟他一起就是在一起的这种画面啊 然后这种就是连点滴滴 肯定会有的 不可能说忘就忘的 我相信你们就是谈过恋爱的 然后撕恋的 分手的时候都会 只要你投入感情了 投入爱情了 都会有像我这种现象的 我很多时候都要去说 不积极说 不要去想这个小勇了 不值得不值得 但真的是不是你说 不去想他就不去想他的 有的时候他已经深深的 刻在你脑子里面了 你无法去改变 真的有的事情无法去改变 已经发生了 改变不了 我知道现在我在这里说什么都没用 但我就想他没办法 控制不住 像大半夜我会经常做梦 梦到他 然后做事情的时候 只要我跟他在这个地方 就是出现过 然后有个点点滴滴 我都会就是坐上来静静的 回忆回忆 然后就想到两个人的 就是这种场景了 可能是我已经 就是投入太深了 然后爱得太深了 把自己伤得太深了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说 女孩子不要把爱情投入太深 投入太太深就是伤得越深 这句话真的真的真的没错 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投入太深 然后伤得就越深 我这个小种真的正是把我伤透了 之前他老是就是拍视频的时候跟我说怎么怎么样 那你们也知道他平时喜欢画大饼 我也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咋 所以说我无法去相信他 无法去就是判断他哪一个是咋 哪个是真的 在之前去南去北海去见女粉丝的时候 也没有说去见女粉丝 就说去摩天罗怎么怎么样的 现在才导致就是去那个见那个女粉丝怎么怎么样 我知道我们两个人都有错 有的时候因为我说话这个人比较直 不会像一些其他女孩子 就是用甜脸蜜蜜蜜去说服你 然后我爱听的话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有啥我就说啥 但事实上我是没有坏心眼 我就是说话直 因为有的事情 你拐着弯去说 你自己感觉很累的 一次两次你没事 这么多了 你自己也累 然后别人也会累 所以说我说话就是直 小勇了 就是看到我这个脾气 所以我不改啥啥啥的 那在一起了 已经一年多 认识一年多了 什么样的脾气不暴露出来 你们说 我相信他现在 选择他现在的一切 只是现在没有暴露出来 因为人在一起了 所有的矛盾 所有的缺点 优点都会暴露出来 只要他们两个 就是住在一起了 结局暴露出来 就看他怎么样去 反正过得很压抑吧 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真的感觉一个人 过得很压抑 我也不是说在这里抱怨 我说的是事实 你们也知道 我这个为人 就是嘴巴 说话直一点 然后脾气暴一点 但其他的 没有说坏心眼 没有说害人的 害人害己这一点 但真的真的 就是忘不了这个小勇 然后满脑子都是他 特别是睡觉的时候 脑子里面总是起不着他 真的 很难受很难受 我不知道怎么办 接下来 我真的有的时候 我都想吃安眠药 让自己一睡 起不来 然后一了白了 但我又想一下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我太便宜这个小勇了 是不是万一我离开他 我能找到一个 比他更好 然后比他更爱我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得加油起来 然后坚强起来 相信自己行的 真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慢慢都会过去的 只是时间问题 但现在我真的 无法去忘记这个小勇